安苡萱妹妹婚禮的時候 一堆人來跟我聊天 因為 這也太糗了吧 小提哥任前期跟吳康仁 首次合作 一起為品牌擔任雙代言人 不過聊到安苡萱婚禮 真的是笑料百出 我跟新郎撞了山 我還要解釋 不是因為這個 真尷尬 不好意思 然後新郎說 我們兩個眼光的影響 我說沒錯 傳授安苡萱婚禮 一些什麼夫妻知道嗎 我沒有傳授妹妹什麼夫妻知道 我有傳授新郎 下次要去哪裡的時候 我們偷偷的 我會幫你把妹妹吃開 小提哥什麼時候 也這麼有綜藝梗啊 聊到剛過的50歲生日 孩子準備的小禮物 讓小提哥點得超幸福 我小朋友就畫了卡片 雖然看起來就 我兒子畫得滿醜的 只是 我眼中還是像天使一樣的畫 很可愛 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祝福啊 我就覺得很幸福 應該不是一串我 他應該沒有什麼天分 我覺得畫畫啦 但音樂還滿有天分的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保養 就是盡量保持心情開朗 然後一開始覺得自己狀況不錯 站在看著旁邊才發現 我是上一個世紀 這樣說就太謙虛了 小提哥透露將會有厲害作品 跟大家見面 保證讓大家嚇一跳 我會讓大家嚇一跳這種組合 很恐怖的